咱们回答给大家简单结招 咱先往第一个做糖饼开始 来 咱糖饼用普通的面粉就能做 普通面粉就能做到 咱先把它放点盐 加盐干嘛呀 大厨和面要加盐 您见过这样和面的方式吗 这盐加进面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何才能让做出的面皮 焦香酥脆不露馅 来 看看大厨是如何操作的 把它有筋性 大家这个和面与众不同 但是用筷子和面 你意思是说等等大姐 你意思加盐和的面团会怎么样 筋道 会筋道 筋性非常大 我们大家比如说 最有筋道的当属面条了 那调面条的面团 是不是也应该加一点盐 所以说加盐是个妙招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我们都知道 面粉当中它属于蛋白质的 这个蛋白质的结构是很大的 如果有盐分进入来了 把这个蛋白质就松散开来了 但这个松散开来的时候 这个蛋白质还渐渐在一块去 就有了拉伸它的筋度 所以我们建议还在和面的时候 来一点 即刻一克两到两克盐就够了 也就是说您加一点适量是吧 加点适量 一斤差不多一克吧 那咱要加的水 调好 大姐咱今天的面团 那您是打算和硬一点还是和软一点啊 今天这个面很软 很软 那你很软也不至于说用筷子调啊 不都是上手和面吗 今天这个面软了你用手都抓不起来 所以用筷子 超软的那种 超软 所以你用筷子活 对 你问一问筷子活 我以为你要做疙瘩汤呢 大姐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今儿您意思是说用筷子的话 它能够防止手粘到面上 那活起来相对来讲还轻松了 是吧 大姐 玩砸了 水多了 这哪是和面团啊 你这 你这做酱糊了吗 这个大姐 那你这还能变成饼了吗 大姐 能 等会儿你就看结果吧 大嘴 这个说的 加一点油 加油 让它变成水油面 这样的话它更有筋性 水油面 对 这水油面什么特质啊 大姐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你现在你看看这个 它一点筋性都没有吧 是是是 瞧起来的筋性没有 如果醒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它拉起来以后 非常有弹性 非常有筋性的那一点 也就是咱今天这面团 实际上是个冷水面团 冷水面团 叫水油面 水油面 那大姐 您给我们说的说的 这水油面它什么口感呢 还软 还有筋性 它是那种类似于像 比如说煎饼一样那种 薄薄脆脆的那种口感 还是什么 对 就像来吃了净饼 还有煎饼果的那种类型 差不多都 那您这个 跟我以前吃那种糖饼还不一样 我们以前吃糖饼就发面的 这种大姐说那种像煎饼果的一样 那种薄度的糖饼 您试过吗 净饼 真没试过 没试过 好像就像甩饼似的 对 像手刀饼似的感觉 是吧 但是饼感觉这个好像是 我们家里面不常做的 那咱今天正好开开演技 好不好 大姐 那您这边这个面团 我把这个面团好了 以后这个面团又大型 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大型 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把这个糖馅 能制作一下 下面大厨就要开始做糖馅了 如何让做出的糖饼 一口下去唇齿流香 哎呦 您看这位流浆了 各位 太赞了 大厨马上为您揭秘 看百年秘制的金牌糖饼 在家如何演绎 首先 你把这个芝麻酱 芝麻酱 那下给它卸开 你还加芝麻酱 对 我先问问您大姐 咱要是在家里想做 这个糖饼 这馅 有这么一句话说吗 有人吃糖饼 烫到我脊弹骨 这手拿着 怎么会烫到后背呢 证明你拿着它的主 它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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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后面去了 是吧 这馅成段子 那我想说 其实我们不想让它 留那么猛 但是我们还不希望 让那馅太稀 它最好浓稠一点 大姐 这个能做到吗 能 这个芝麻酱是增香的 一会再加上这个糖 再加点面粉 远溶度真合适 哦 你意思是 面粉和芝麻酱 一是增香再点增稠 对 哦 那你根本用油泻它呀大姐 这样太厚了 这个样太厚了 太厚了也不行 是吧 这芝麻酱是好东西 我觉得一见到芝麻酱 我在想 这不是满满的都是一碗钙质吗 这是一碗钙片是吧 没错 它比钙片的消化吸收率 应该会更高 因为这个钙片只有钙 那个芝麻酱呢 它里面除了钙以外 还有促进钙消化吸收的维生素 第三 哦 你把还有一些 假了美了矿物质 它就起到协同的一个作用特点 哦 所以其实 我们芝麻 是以芝麻酱为主的 这样一种馅料 其实我们可以把芝麻酱 放在菜肴里面 就拌着这么吃 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哦 所以我们可以永远记住 芝麻酱就是一种 非常好的调味品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的调味品 所以我有的时候 给自己找理由 比如说我拌菜为了增香 我加了芝麻酱 然后我还想说 没事 胖点无所谓 咱要健康 因为这里头全是矿物质 是吧 所以我想的是对的 是吧 老师 那咱这个糖饼 今天加的是什么糖啊 大姐 红糖 红糖 先把这个红糖 给它擀开 擀开就是让它细腻一点 对让它细腻 要不这个太大了 花太大了以后也不行 大姐您个人感觉 像红糖做的这种糖馅 跟白糖做的口感 会不会有区别 口味把它会浓一些 白糖的更浅薄 对吧 红糖的感觉更加的朴素 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 一直把红糖做好姐妹的 对是这样 我最近可能喝点中药 调一调那盘蜜 然后呢 医生说了 一定要加上红糖 加上浆筋一起 对对对 其实这个确实对女人很好的 对对对 女性的这种保养 因为她女性的天生的 她这个阳气缺一点 阴气重一些 就是一寒凉嘛 尤其对女性当中的 一些生殖系统 内分泌系统是非常好 因为它非常好的暖胃 那我们的盆腔 那女性的盆腔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 这个红糖和白糖到底 有什么区别啊 首先从口感上 我们就讲红糖 它非常醇厚 对 因为红糖是一种 比较浅加工的 而白糖就是更加深加工 提炼的更多 所以会变白 那么在这个提炼过程当中 会把很多的矿物质 比如说铁 新锡的矿物质 一并都拖出去了 所以白糖就白了 是 因此我们比较 白糖的矿物质 要比红糖要少得多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补充矿物质呀 来点甜度的一些的饮品呀 还是红糖效果也更好一些 好 然后您加什么大姐 稍微加点面吧 面 那就直接加 一般我们调效不都加什么淀粉 有的时候会添一点 加面粉和淀粉 会不会有区别大姐 加淀粉嘛 你要分什么时候 它本身粘性就很大了 对啊 这个要加糖吧 它就是那个汁 不容易往外流 对 或者说你的锁汁 对 是吧 但我记不记得吃那个红糖 那个三角的时候 哎呀糖三角啊 我还年纪去了 喷得满泪都是 你知道 那件事 不是喷到你的脸上 是喷到你对桌 那个家庭出来的脸上 那就很更尴尬了 你老爸吃了一个糖三角 发现你老妈在脸上烫伤了 这怎么回事 就是那里头喷起来喷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加点面粉 对 咱加这个面粉 加多少量呢 您觉得 一鸡差不多 一两就差不多了 太多了以后 它那个就没有汁了 咱这个馅儿呢 给它基础的原料 前期准备已经结束了 那咱们这边呢 我们的面 要给它醒着 是吧 醒好了 现在这个面 大致给你看看 哎呦 效果好 刚才是不是 哎呦 你再把它动它一下 它能拉很长的感觉 是吧 然后咱就开始剁饼吧 好嘞 那咱现在就把它团一团 团一团 这个面 哎呦 这么软和 很软 大姐 这个大家都说软柿子 好捏 我觉得这软麦团啊 感觉个个的那个意境 是吧 然后呢 大姐 然后把它擀开 面很软 它不好擀 精心很大 你看 你擀完就它送上去了 对 就像那个沙皮狗 上面那个狗皮似的 它很调皮 它不进主人的话 对 它很任性是吧 大姐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吧 来来来来 在这时候洗的很干净哦 你试试 擀完就出来了是吧 哎呦 你别说它擀一下之后 你需要 哎呦 不好意思 我还擀破了大姐 那就用劲吧 你不要太 不用太大 太轻也不行 太大的 跟着擀就走的 但你们觉得我这叫什么吗 我就玩砸了啊大姐 所以你还是自己来吧 这个劲儿把人家用匀了 太大了以后吧 也不行 轻了它就不慢慢走 又大力 又帅了它这个劲儿来 哎 您看这个甜的 我觉得很适合宝贝来吃 宝贝你喜欢吃甜的吗 宝贝 喜欢 喜欢 那今天这个汤饼 你觉得会不会好吃 会的 那我们先给魏大爷 加油好不好 加油 加油 魏姐加油 是不是魏姐加油 魏姐加油 你也就魏姐了 小小小小小 来来来来来 让我们的魏大姐 给人继续调我们的里头的酱 酱先抹上 你先刷酱 先把酱刷上 然后再来铺上糖 哎呦 我终于明白您这为啥 叫金牌浓香糖饼了 这浓香是哪来的 就是这层芝麻酱 对 是这层芝麻酱 浓浓的芝麻的香味 啊 这样撒什么啊大姐 红糖 把它铺上 你意思是说 那个直接这么铺 不是包起来的 不是不是 看看 前部就掌握 你想吃甜一点 多铺一点 是吧 一定要把它积进去 你和这个芝麻酱 搭在一起 你看看 那你要干嘛现在 要切一个口 再把它卷起来 要卷 哎包就行了吗 不是啊 这样你可以 大嘴你看 嗯 哎 这样大 这种叠形状 哎呦 这样 好呀 然后再把这个口封死 您别说 这里头其实也是千层万层的 是吧大姐 大姐您说您做的糖 它属于什么风味的呀 是不是 老北京风味的 老北京风 哎呀还有手叠一叠 把它叠圆 哦 一个圆 叠圆 你看 叠圆 你别忘了 叠圆 这么说得是圆的 是吧 好 稍微一醒 把它一压 这才成型了 成型了 那成型了之后 咱再醒多长时间呢 这个面还软 你不用醒它了 不用醒 好 擀一擀 擀一擀 你看看 嗯 这样的话都融进去了 哎呦 这乍一看 你还以为里头是豆沙馅呢 是吧 像不像黑芝麻馅 像像像 好 那先不放油 不放油 先给它定一下行 那咱必须不沾锅吧 不沾锅 电饼成都可以 一般啊 烙饼不就是加油 直接把它放油里 您这提前烙一下 这是哪出啊 我给它定一下行 定行 油再不要太多 因为今天你看 有芝麻酱 油加里面有油 油太多了 这样的话就是吃起来有点腻 油大力 稍微把这个形定好了以后 再能刷一层油 然后也脆脆的那种感觉 出锅就好了 就一层油表皮的话 酥酥的 来准备方法大姐 哎呦 漂亮 进去下行 一会儿咱再刷一层油 那大姐我看到 你底部的火非常的微弱 小火就开始 小火 别太大了 大了就火了就眼砸了 有道理 大了就眼砸了 大姐挺潮啊 这小诊甩的 你知道吗 好 那咱们落着 大姐你感觉 什么程度的时候 咱再刷油啊 等到那一面吧 也好的情况下 我把这边刷上以后 再翻过来 那边再刷一次 打一下就好了 哎就可以了 你感觉烙多长时间 最合适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所以别着急 烙这种饼 你必须有耐心是吧 对对对 小火慢慢烙 哎呦 这饼这个上了一点颜色了 是吧大姐啊 对 现在给它刷一层油 刷油 薄薄的一层 它亮了吧 对 然后这边 可以搭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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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刷一点油 哎呦 以后就固定一下 这是个绝招 是吧 就这一点油 别说大姐 您今天烙这个饼 确实烙出了幸福的快乐滋味了 真的 好嘞 哎呦 再来两下 再叮一下 大姐啊 哎呦 再来一个 大姐 一会再来一个 好 棒吗 我喜欢 好 哎呦 您知道吗 我透过它表面的质地 我就知道 里面这个糖啊 都化了 这饼出了一点糖浆了 是吧 这个跟红汤包是一个系列的 真好 哇 哎呦 您看这位刘姜了 各位 太赞了 女同胞们 一定要学习这样的糖表 让您的家里头的孩子和老公 都尝到这种质朴的 中国风的幸福快乐的甜味 怎么样 快过年了 祝福您生活天天蜜蜜 咱们也尝尝这个甜口 这样我们这道秘制的金牌浓香糖饼就做好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吧 这道面食的主要食材有 面粉 红糖 芝麻酱 第一步 将面粉放入碗中 加少许盐和水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而后放入油 继续搅匀 饧发三十分钟 第二步 将红糖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碾碎 而后加入面粉 搅匀被料 第三步 将饧好的面团擀成面饼 刷上用油泄好的芝麻酱 再铺上准备好的红糖 而后在面饼上切一个小口 将面饼卷起 封上口 再将面团团圆压扁 改成面饼 第四步 将做好的面饼 小火入锅烙制 翻面烙制15分钟后 将两面刷油 稍作烙制 出锅即可 这样 我们这道 纯齿流香的 金排浓香糖饼 就做好了 快给您家的小宝贝 露一手吧